新闻开始带您关心 黎巴嫩发生了多起呼叫器爆炸的事件 台湾也遭受牵连 社群平台上出现许多账号发文 说这些呼叫器是台湾制造 对此国安单位分析 这明显是认知作战 行政院强调台湾制造出口的呼叫器 并没有爆炸的疑虑 而被指控参与制造的金阿波罗公司董事长 强调爆炸的这些呼叫器 并不是他们制作的 但是匈牙利的BAC公司 确实有害他们购买商标 而在今天晚间 市林地检署也传唤了金阿波罗董作 道案说明 金阿波罗董作许清光 先后进入调查局 市林地检署因为试涉关案件 要厘清金阿波罗到底与黎巴嫩 呼叫器爆炸案有没有关联 东西不是我设计 不是我制造 不是他只是买我一个授权 前一天董事长大山喊冤 这款夺名逼逼扣只是被贴上他们的商标 绝对不是台湾制造 根据媒体报道 监禁已经扣押出货记录 金阿波罗与匈牙利BAC公司签订的合约书 发现BAC向金阿波罗购买呼叫器商标 每台利润15块美金 可以确认的是台湾出口的呼叫器 没有爆炸的问题 事发后社群平台上首先出现贴文指出爆炸的呼叫器是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制造 后续连台湾的PTT论坛 也扑出BBQ这把真的台湾没参加吗的质疑 接着中国的社群网易和百度上都有类似讨论 国安单位分析这一连串人制作战背后明显有北京当局的影子 从2022年到今年8月 这一间公司出口的26万套的呼叫器 主要的对象都是欧美国家 相关产品不具备爆炸造成死亡的可能性 就算今年4月时任的总统蔡英文 接近来自以色列的议会访团和这批呼叫器 进口的时间相近就被拿来操弄 直指台湾和以国勾结涉案 装动形势复杂且一触激发 台湾身为民主阵营的一份子 绝不可能参与或支持任何形式的恐怖攻击 谢谢林陈先生 王远辰Point 台北报道